你有使用過 AI 科技嗎? 不管是你透過手機來問 chat GPT 問題 請他幫你來解答 或是你用 AI 來進行修圖 批掉你不喜歡的人物 現在 AI 已經可以進步到製作出假照片了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這一張圖 這個男人的身上是背著三個小朋友 並且他的手上還牽著一個小男孩在這邊 這張照片就是從加薩地區流出來的一張相片 一開始在網路上是引起了熱烈討論 大家就覺得說這個戰爭流出來的照片很可怕 覺得這個男人帶著小朋友這樣子顛沛流離很可憐 不過卻被發現這其實是一張用 AI 技術生成的假照片 美聯社報導就指出 他說 尾巴衝突發生至今 其實 AI 生成的這個深度偽造的照片 瀏覽次數已經超過了上百萬次 像這樣子的一張照片有上百萬個人看過 那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分辨照片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說實話其實真的很難分 不過你只要仔細的觀察 就可以發現照片中的人 會有一些不對勁的地方 像是可能是手指會有異常的彎曲 或是手的角度可能會呈現跟一般人不一樣的形狀跟角度 另外眼睛有可能也會閃爍不自然的光芒 透過這些其實還是多少可以分辨出來這個 AI 的假照片 那像現在這種先進的科技 AI 技術 被使用的機率可以說是越來越頻繁了 甚至就有人報導說有可能會被作為政治宣傳的道具 加上這個 AI 又是新的科技新的技術 因此現在比較少的法律可以來監督這個部分 有可能會讓 AI 成為一種新型態的武器 甚至有可能會被使用到未來 不管是你發生衝突 或是選舉一些更重大的事件裡面 因此這個科技進步所研發出來的社會議題 都是值得持續的來關注 另外我們看到 講到 AI 就會提到美國的電商亞馬遜 亞馬遜28號就推出了他們的 AI 對話機器人 執行長賽利普斯基 他就說了這個 AI 機器人 Q 他可以幫你做什麼呢 他可以輕鬆對話 並且可以生成內容 立刻採取行動 也有可以消化整理檔案 並且做出回應的功能 但現在推出了這項 AI 的機器人 除了可以協助公司的員工完成一些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任務 也是正式的來向這個 AI 的大佬 包含微軟還有 Google 是正式的加入了他們的戰局 並且要加入這一波競爭的行列 不過觀眾朋友 你們會不會覺得 AI 科技現在越來越進步了 這些 AI 機器人 有可能可以取代我們這一些人類的工作 甚至取代我們這些人力 像現在有一些無人商店 或是一些 AI 的機器人 在餐廳裡面都可以看到 會不會擔心我們會因此失業呢 其實歐洲中央銀行就發布了最新研究 他說 AI 人工智慧 雖然會對我們的薪資水準 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也就是說薪資水準以及所得可能會降低 但是到目前為止 有創造新的工作 而不是消滅我們人類現在可以做的職位 研究報告就指出 他說受到 AI 影響的職業 除了就業比例有提升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中低技能的工作 基本上是比較不會受到 AI 的影響 反倒是高科技一些高技能的職位 就業的機會就變多了 所以觀眾朋友也不用特別抗拒 AI 覺得 AI 有可能有一天會反撲人類 或是搶走人類的工作 其實換個角度來思考 反倒給我們製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 以上是本節的推播內容 2024的總統大選 三角都的戲碼是正式的上演了 現在各陣營炮火全開 禽跑基層 空戰陸戰都齊發 國民黨在經歷了藍白和破局之後 其實也快速的重振旗鼓 現在他們的聲勢看長 氣勢還有底氣都展露無遺 透過民調也看得出來 國民黨台北市的立委參選人 鍾小平就在節目上面爆料 他說智庫做的內參民調 顯示說侯友宜大概輸賴清得2%左右 並且贏過柯文哲還有吳欣贏7% 但是在一定會去投票的人裡面 侯康沛倒是贏賴肖沛有3% 已經是超過了誤差範圍了 因為賴肖沛大概是拿4成30到39歲的選票 侯康沛大約有拿到10% 因此他認為說這一場選舉 其實勝率不只一半 藍營還有一搏的機會 另外侯康沛和柯英沛現在是 逐漸的拉開差距 也讓藍營的氣勢大震 前立委神父熊他就說了 藍綠現在其實已經差不多打平了 藍營應該要把藍白不合 就沒辦法下架民進黨的觀念 這個觀念應該要連根來拔除 另外來談到氣保效應 神父熊他就分析說有兩個重要的要件 一個就是你現在排名在第二名跟第三名 這兩個候選人的同質性要很高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目前的民調第三名柯文哲 他就是屬於不藍不律的類型 因此他跟不管是賴清德還是侯友宜 其實都沒有什麼同質性 因此神父熊他也說不得不承認 柯文哲就是一個魅力型的政治人物 要動搖他的支持者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應該要把他的支持者 圈起來洗腦他們 第二個就是放任他們不管之後 他們會自己選擇自己心目中 最理想的人選 他認為說這個侯兆沛現階段 其實不是要來拼氣保效應 也不是要藍營的支持者來歸隊 因為他認為說其實該歸隊的早就已經回來了 從韓國瑜宣誓說就是要大家一起來 把愛放在侯友宜的心上的時候 其實藍營幾乎差不多都已經歸隊了 現在應該要全力以赴 用溫馨感人的方法 並且減少一點殺氣 來去感動那些教育水準比較高 或是屬性比較偏藍不偏綠的 這些年輕族群的心 只有到成功感動到他們的話 才可以多得到一點他們的支持 才能贏得2024的大選 當然現在就是得到越多人的支持越好 各陣營當然就希望大家都來支持我 不過民眾黨卻發聲疑似是自家人 好像不挺自家人的尷尬場面 民眾黨的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營 他同時也有星光公主的稱號 昨天晚上他和柯文哲 一起來出席工商企業聯合會的活動 理事長徐顯榮 他其實就是吳欣營的舅舅 沒想到徐顯榮昨天晚上 是在柯營配下台離開之後 直接在台上拉起侯友宜的手 並且高喊動算 外界就很好奇 難道他不挺自家人嗎 徐顯榮他就說了 他說自己當時也是看新聞 才知道他的子女吳欣營 要來當柯文哲的副手 當時他很驚訝 好像是突然之間做的決定 吳欣營都沒有和家族的人溝通 另外他也坦言說 他跟柯文哲沒有什麼私交 兩個人還是不太熟 他也說了只有柯文哲 在當市長的時候有夠短暫的交流 自己其實是跟國民黨的侯友宜比較熟 至於被問到說2024的總統大學 那會不會支持自己的子女呢 他就說其實這一切都還要再觀察 因為政治就是這樣以平常心來看淡 另外來看下一張圖卡 現在趙少康擔任侯友宜的副手之後 他其實有做好最強綠葉的角色 有消息就傳出來了 民主黨內部的還有支持者 因為不滿國民黨 所以才會導致藍白河破局 趙少康他也槓上了他的多年好朋友 黃珊珊 他說黃珊珊 你靠柯文哲吃香喝辣 獲得現在這個政治職位 你應該要聽柯文哲的啊 所以從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的政治不理性 因為其實都被黨內的一些鷹派 甚至主戰派把持了 造成藍白河破裂 另外柯文哲他現在還捲入了 另一個風暴 就是兩億美元風波 他在上廣播節目的時候 自爆說有人要給他兩億美元 要他當副手 不過他自爆之後 卻又不說這個兩億男到底是誰 因此也引發政壇的一屆關注跟猜測 前領委蔡一正元他就說了 這件事情其實對柯文哲 沒有什麼正面的效果 疑似就是爆出來想要薄聲量 但是沒想到會造成這麼大的風波 除非柯文哲你可以講出 當事人的姓名 否則這些通常都只是隨便講講而已 對你2024的選戰沒有什麼幫助 另外民進黨團也呼籲柯文哲 他說這起案件其實牽涉到了威脅利誘 還有選霸法 叫柯文哲你不要受這麼大的委屈 你就講出來讓大家知道是誰來幫你討公道 現在各陣營都跳出來發表看法 可是柯文哲本人呢他卻是選擇不讀不回 任風波持續的來延燒 柯辦的發言人戴宇文早上他還又批評了國民黨 他說國民黨對於這個兩億美金的這個消息呢 根本就是兩面的手法 還透露說那個兩億美元的前客 的確有這個人有名有姓還有名片 但就是不願意透露到底是誰 看來這個風波還會持續延燒 以上就是本節的推播內容 2024總統大選藍綠白現在是各自努力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28號晚上就出席台灣工商企業聯合會 30週年的活動 表示他參選有三件事情要完成 分別是創造和平的兩岸 打造清廉政府還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勝利一定是屬於人民的 目的就是為了要團結台灣 不要讓台灣製造對立衝突跟內耗 他會用行動展現態度保衛國家 會友宜現在也積極提出各項的政見 他就說了如果自己當選總統的話 將會開放中國的學生來台灣就學就業 另外也會開放陸客來台灣玩 可以促進台灣的觀光旅遊產業 另外還要重啟ECFA的協商 不過行政院就有不同看法了 行政院長陳建仁今天他就說了 中國的經濟衰退其實已經引起了 全世界很多人關注這件事情 當然也有很多外資都從中國來撤離了 侯友宜你說要重啟ECFA會談的這個政見 恐怕會引起社會的輿論還有很多的疑慮 應該你要好好的對外來說明清楚 並且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另外關於重啟對中國的福帽 貨貿還有ECFA的協商引起了熱議 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濟他就說了 他說ECFA協議的當中包含了我國18項的農產品 銷往中國免稅這部分當然還是有效 請農民不用太擔心 但是他就說了中國你會不會透過其他各種管道 試圖來影響台灣 相信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都能自行判斷 那大家也很關心ECFA這個 那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在這方面的立場又是如何呢 畢竟他曾經說過他要走出和藍綠都不同的路 柯文哲他就說了他說大陸要重新開放 還是要有詳細的規劃 就像侯友宜說ECFA要直接處理 他認為兩岸監督條例 應該要優先處理 並且所有的流程都要按部就班 按照SOP來走 對此大陸的國台辦發言人也說話了 國台辦發言人陳兵華他就說了 在堅持九二共識 並且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面 大陸也願意和各界的人士加強 並且交流 並且共同來推動兩岸關係 重回到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面 但真的是像他說的這樣嗎 因為其實說一套 但是做的卻好像又不是這樣子 因為在國際地位上面 台灣還是頻頻受到中國大陸的打壓 來看一下 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昨天是在奧地利維也納正式來登場了 可是台灣今年還是沒有收到他們的邀請 也被各國排除在外 對此我國外交部當然是表達強烈的不滿 就是明明全球都是要有一致的 一致的看法要打擊這個跨國的組織犯罪 但是各國你們卻又基於政治的考量 而忽略台灣沒有邀請台灣 要求應該要參與合理的訴求 並且再度重申 國際組織趨於中國的壓力 這個台灣爭取國際的參與的重要障礙 2024大選兩岸之間的問題該如何妥善處理 想必也是各陣營候選人的必考題 以上就是本節的推播內容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